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影紀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議題的整理 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再去關注的議題 讓我們不是看熱鬧還可以看門道 我們有Podcast頻道 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我們的經費由公眾來捐款支持 也期待大家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 我們捐款的方法 就在我們節目說明欄的地方 你可以點進去看到我們有不一樣 各式各樣的捐款方式 歡迎大家來支持我們 燦爛時光會客室 其實常常會跟大家去做 不同的這個書籍的介紹 那其實我有時候把它叫做燦爛書房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些書籍去認識這個世界 除了透過議題之外去 也可以透過書籍 那當然書籍就也協助我們去 有更清楚 或是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到我們所關到 看到這些所謂社會運動 或是各種社會議題社會現象 那今天要跟大家談的這一本書 叫做精英體制的陷阱 其實他書名很長叫做精英社會如何成為 威脅平等主義 助長貧富負軍甚至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敵 非常長的一本書書名 這本書是由 丹尼爾這個馬科維茲 所寫的這一本書 那今天在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中山大學社會系的教授 也是社科院的副院長 萬玉哲萬老師 玉哲你好 中小你好 非常謝謝你來跟我們一起來分享這一本書 事實上我想這本書的題目叫做所謂精英體制 我覺得這其實有時候是一個蠻吊詭的事情 就是我們很多人都想要成為社會精英 但是其實又覺得民主社會 是在某種打破社會精英壟斷的一些做法 那兩者看起來好像是有一些矛盾的 所以這本書裡面其實也把這樣的一個一些問題 一些現象也點出來 所以我想先請教萬老師 科維茲你先幫我們介紹一下這本書的一些背景 這個作者是誰 為什麼他要去寫這一本書呢 這本書的作者叫Daniel Markovitz 他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教授 那他本身就是美國精英體制裡面勝出的那種人 那他也在最精英的法學院裡面教書 那他寫這本書主要是為了批評美國 尤其是美國的精英體制 那精英體制這個詞不是那麼好翻 因為他的原文叫meritocracy 那這個字呢有幾種不同的翻法 有人翻成因才制 那有人翻成才能至上主義 那也有人翻成為才適用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這種體制meritocracy強調是 我們要選出最有才能最有成就的人 讓這群人成為社會上的統治者 簡單講這個是這一套想法最基本的背後的這個理念 那這個理念呢 如果用這本書的說法來說成功來自於個人的才能跟努力 而不是來自於比如說世襲啦 裙帶關係啦或者是欺騙 那這個理念其實很重要 因為它看起來似乎可以落實機會平等 因為你只要努力就可以出頭 但是這本書它主要的論點是說 其實過去這幾十年來 美國的整個meritocracy已經變成一個把財富跟特權高度集中 並且可以把這一種特權的身份 不斷一代傳承一代下去的一套是接近世襲的體制 所以它是要透過這本書把這件事情把它彈清楚 那根據它的說法 它這本書其實圍繞在兩個大的問題上面 它分別從教育跟工作 這兩大機制來談這套體制如何被打造跟永續下去 那在教育的部分 它的說法是說美國教育已經變成了一場 大家拼命爭取加入精英階層的一個軍備競賽 OK 那這個是一個教育的部分 那工作的部分呢 是把少數極度高報酬的高技能的工作 集中在超高地位的精英身上 這個是工作的部分 那這個論點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分為教育跟工作 那它其實整本書的後半部 都是在用各式各樣 包括教育社會學 包括經濟社會學方面的資料去充實這個論點 所以其實這本書的論點並不難 對 那所以簡單來說呢 它認為美國的這群精英呢 他們透過長期的培訓 教育的培訓 最後在標準化的考試裡面勝出 那進入呢 最頂尖的這個工作行列 比如說金融家 御師 醫生 會計師等等 那比如說他說業務法學院 就是他自己任教育的法學院 通常畢業生的第一份工作 大概可以拿到台幣600萬的年薪 這是第一年而已 那他說那美國耳熟能詳 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般大企業 CEO的酬勞 可能是普通工人的300倍 甚至500倍 那這個是美國一個蠻特別的現象 因為在其他比如說歐洲國家 或亞洲國家 這種薪資不平等的狀況 並沒有這麼有重 所以這本書主要是透過教育跟工作 這兩點分析這個體制 怎麼被打造出來的 我看這本書 就像剛剛萬老師提到說 他其實他觀點並不是太難 但是這本書有趣的地方是 他反覆的用很多的例證 用很多的實際的統計數字 然後從不同的面向來告訴我們 這個精英體制已經形成 並且在維繫 然後有趣的地方是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就會跟上上登的那本 所謂的成功的反思 一起在對照 我覺得裡面談的東西 其實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這我們待會兒也談 就是剛剛談到 這個所謂的才德 有才德的人 然後這些是一群奴隸有才的人 那可是我想要再回到一個 更根本的問題就是 每一個不同的社會裡面 他其實都會有精英 那這個精英跟過去的精英 例如說可能是地主的精英 例如說可能是封建組 社會的精英 可能是這個資本家的精英 或者是我們常常講說 這一群他其實成績很好 腦袋很聰明 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的精英 有什麼不同嗎 我覺得這本書 針對這個問題 談的蠻有意思的 首先我們先來分析一下 根據他的說法 美國這一種 他定義下的精英 大概是佔美國前5%到10%的 家庭的成員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群人 那他跟過去的精英 主要的差異在於說 這一群精英 他累積財富的基礎 並不是像過去一樣 可能是靠土地或靠工 或靠工廠 那他認為這群精英 累積財富跟傳遞優勢 主要是透過嚴格的訓練 打造出來的 強力的密集的人力資本 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嚴格的訓練 打造出來 強力的密集的人力資本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其實等一下我們可以繼續 簡單來講就是說 從小到大透過 大量的金錢的栽培 讓你會各式各樣的技能 然後最後進入最頂尖的名校 然後你可以學會做 這個最頂尖的工作 然後這個叫他所謂的人力資本 他認為這群精英 其實是靠他們自己身上的 被灌注被打造出來的人力資本 來累積財富 所以他並不是像過去那一群 比如說馬克思時代的 他們可能是靠土地 靠擁有大批的機器廠房 工人幫他累積財富 他認為美國的社會面貌 已經有點不一樣了 OK 好 那這次他談到跟其他不同時代 經營的不同 可是在人類歷史上的整個發展來看 我們過去可能看到這個統治階級 這個經營跟一般的被統治階級 會被區分成是兩大塊 可是慢慢的這個隨著工業化 隨著這個民主化 隨著這個社會發展 開始出現一種叫做中產階級 也就是說 在這個一般的這個統治階級 經營階級跟我們看到的這些相對之下 被認為是一個中下基層的這樣人中間出現了一個中產階級 可是這本書裡面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中產階級好像是越來越往下走 那所以變成又回到中間好像有一群好像是所謂的社會的中間 或者是普遍大家都還可以活得不錯的這一群人 好像越來越糟了 而這個精英其實人數越來越少 但是下面的這一層變成是兩層 而且是越來越大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而且他也提到說 中產階級都幾乎是要叫到這個所謂的貧窮線以下了 我們先來簡單界定一下概念 這本書談的這個Metal Class 他指的是不是非貧窮者 在貧窮線以上的這一群人 但是又不是精英的這一群人 所以其實他涵蓋我們一般認為的比如說基層勞工 也都在他定義的中產階級裡面 所以他這邊講的中產階級並不是指比如說 你只有比較高薪的做辦公室的白領 也不是我們一般印象中的那種中產階級 那包括一般的基層的技術工人等等在內 那根據他的說法 他一樣是從兩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一個是教育一個是工作 他來談美國的中產階級如何在這兩方面 都不斷的被擊敗被退卻 那我們簡單來講一下 比如說在教育上面 他認為中產階級遭到嚴重的排擠 他提供了統計資料告訴我們說 美國今天中產階級的子女 進入最頂尖的精英大數的幾率 其實跟貧窮家庭的幾率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在美國歷史上是頭一次出現 那你也知道剛才我們提到說 這整個精英體設打造非常仰賴於你的子弟 能夠進入最精英的大學 然後最後進入這個所謂成功的上流圈 那你現在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孩沒有機會進入 拿到這個入場圈 那等於被排除在這套遊戲規則之外 那他提供了一些有趣的這個統計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他說呢 美國來自年所得在2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 大概是所得最高5%的家庭 這些學生他在美國的標準化測驗 就是SAT裡面的分數 比年所得在2萬美元以下的家庭 也就是大概所得頂層的20%的學生 高出整整388分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差距 那還不只是這樣子 他說今天來自所得分配在中間家庭的學生 他的SAT分數只比窮困家庭的學生高出135分 可是卻比富人家庭低了整整250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精英階層跟中產階級的差距正在拉大 而中產階級跟貧窮家庭的這個差距正在縮小 而這個剛好人風不動的反應到 SAT最後測驗出來的分數上 這是非常有趣 因為美國也蠻強調這個標準化測驗的 而全世界的教育社會學的研究都發現 那你大學八卓人才的管道 越是標準化越是單一 其實越有利於富人 那在美國這個狀況其實就非常的明顯 所以這個是教育上的排級 那我們可以再稍微談一下 就是這個教育體制 怎麼樣把這個精英打造出來 那根據他的初步的初步 他說美國的富人家庭 從小到大提拔一個孩子長大 到最後念完研究所進入職場 平均差不多要花1000萬美元 大概3億台幣 對這個其實很驚人 對非常驚人的數字 就是美國大部分人就對這個數字 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因為包括台灣都說 培養一個小孩要花多少錢上百萬 大家都覺得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你剛剛談到那個事實上 結果我們來絕對是一個天假 是天文數字 就是千萬美金 那更有意思的是 他其他裡面運用的 或者借用的一些教育方面的研究 那他說這個我們在台灣 應該也不陌生 他說富人家庭呢 從小到大對子女 是進行所謂的規劃栽培 這個是來自美國社會學家 Laro他的說法 the concerted cultivation 規劃栽培 那重點在於說這種規劃栽培 他培養出來的小孩 不只是課業上優秀而已 更重要的是 這些小孩的emotional skills 就情緒技能 是遠遠的拋開中產 或貧窮家庭的小孩 他所謂的情緒技能 包括幾點 第一個你要表現出開放自信 自律跟毅力 他說這個是富人家小孩 你光是從外表上看出來 就完全跟一般小孩一樣 對 他們有高度的那種情緒技能 跟人家應對進退的技巧 就從小到大被整個訓練都非常好 然後他還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比較 他說一般富人家的子女 到了18歲的時候 他享受到的交談閱讀 參加文藝活動 參觀博物館 接受運動的指導等等 這些活動的時間 比窮人家的小孩 平均播出5000個小時以上 那這個就會整個反映在一個人的談吐氣池 包括他整個的外貌上面 所以這個東西是完全可以看到出來 一個階級上的活動 然後這群精英進入頂尖私校以後 最後得到超高報酬工作 然後這群人彼此之間 又形成一個Markovitz 他所謂的超高技能的 一個銀行家 會計師 律師 一個相互支援 相互團結的新階級 那這群人彼此支援 幫助彼此去避稅 比如說 讓他們在美國可以享有 這個不成底地的社會 變成一個類似一個新的階級 所以這個大概是從 教育面來看 中產階級被排除的相當的明顯 那剛才中翔明也提到說 其實在工作上也是如此 那因為二戰後 美國經濟其實它是 以具有終極紀念的中產階級 為核心 那這個是美國戰後 經濟成長被認為 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那可是三四十年來 中產階級的職位跟工作 消失了非常多 大概至少消失了千萬個工作 基本上 那為什麼呢 主要有兩點 一個是這些工作的 第一個被機器取代 第二個他們工作被轉移到 這些具有超高技能的經營手上 所以大致上是這兩個原因 所以他們的工作不見了 那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大企業 它是沒有中階主管的 它直接是由高階主管 來控制生產線上的工人 對 它不再需要中間階層的很多人 那從行政上面到金融業等等 到法律上 法律事務所也是 這種終極的 比如說文書方面的 這個管理方面的職位 大量的縮減 OK 那也表示說 很多原本從事這些工作的 中產階級 照這本書的說法 它叫做enforced items 叫做強迫性的被閒置 對 他們沒有辦法發揮自己的財源 所以他們失去價值 好 那這個導致一個很嚴重的後果 他說根據統計 美國中產階級白人的預期壽命 在過去幾年來是不斷下降的 嗯 這個在美國是很難想像 因為美國是全世界最強大的一個國家 對 可是他們的中產階級的白人 白人 我們一般認為是相當具有優勢的一群人 他們的預期壽命在下降 嗯 而且中產階級社區的自殺吸毒 酗種的狀況也非常嚴重 嗯 OK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可能會談到 就是他認為這也是美國 近年來整個用逸凝脆興起的 川普的興起 神大的關係 很重要的背景 背景之一這樣 嗯 這本書其實蠻有趣 你剛剛談到那個家庭教育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 當然我們一般在談所有的文化資本 大概都會談這樣的一個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本書有趣的方式 這些被養成的精英呢 他是一個開放的 他是一個開放的心胸 他不會說我就是一個精英 然後我就很薄 我就是幹嘛幹嘛 當然也許心裡面是這樣想 可是至少他所展現出來就是我 我可以接受到不同的人種 我可以對性性的這一種 例如說不同的性取向 我是一種開放的心態 這也是在這本書裡面 我看到的這一種精英跟傳統上面 我們看到這一種好像不斷的培養 他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那個精英是不一樣 因為他的這種心胸 相對之下是比很多的這種 所謂的中產階級 看起來是開放很多 還有一個關鍵的差別 他這個書裡面也提到 過去有一個很有名的書 叫有閒階級論 對 就是Leisure Class 就是過去的社會精英 怎麼樣標示自己 就是我比人家有錢有閒 我有辦法從事那些閒暇的活動 一般繼承老公忙得要死 這個是過去社會精英跟非精英的差別 可是他認為在今天的美國 情況剛好顛倒過來 一般的繼承勞工沒有工作做 被強迫性的閒置 可是這群新的精英階層 他們的工時非常非常長 而且他們樂在其中 他們認為自己以這個勤勞文化為榮 這個是跟過去的精英體質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說今天幾乎大部分的工時 都集中在這一群最頂尖 都在雲端的人身上 他們不再所謂的有錢有閒 從事閒暇的活動 他們就是把所有的人生 跟經歷奉獻在他們工作上 然後賺取高額的報酬 並且認為這個才是值得過的人生 所以這個是跟過去的精英心態 很不一樣的地方 這很有趣 就是我覺得聽起來好像沒什麼不好 就是我好像這個社會長到佩良說 你剛剛講說他是一個有才德 這個不只是有才 而且有德 而且是努力 所以他是有開放的心胸 他努力的工作 他有高的技能 這樣的人成為精英好像 是理所當然的 那這樣的一個人成為精英之後 到底對社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或者是說不是這樣的人 這個體制成為精英之後 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 為什麼這個作者 這位作者 要不斷的再來去討論這一件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 請萬老師來跟我們做一些分析 lei文斷 我們是做一些誤魔法 不選擇 我們是有本能為 我們不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从小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的经费来自于大家公众的捐款支持 欢迎大家除了订阅转发之外 也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在我们节目的说明囊当中 也有相关的这个捐款资讯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这本书 非常有趣的一本书叫做精英体制的陷阱 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聊天 的是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 欢迎预则万老师 万老师你好 中小你好大家好 我想再继续请教预则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本书里面提到了 这个精英 现代的精英跟过去的精英 当然这边先离美国为主 大家看到很多国家 恐怕也有类似的这种状况 那这个精英跟过去的精英 有很大的一些不同 不管他们形成的过程 或是在稳定 他们这样的一个阶级性的这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都有一些的差别 那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有趣的点 例如说刚刚谈到财德 或者是我接下来想要问的是一个技术 就是这些精英能够形成 其实跟这个技术的能力是有关 这个技术当然不是只有指的是科技 可能包括一些know how 或者是控制技术 或是一些思维的能力 那当然也有人会提到说 所以因为他们掌握的技术 控制的技术 或者是他能够去管理这个技术 所以让他们成为精英而导致 刚提到的这个中产阶级 这个中阶主管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 那但是也有人会认为说 新的技术出现之后 事实上会让这个社会跟平等 这个技术可能也包括所谓的知识 这所谓的这些所谓知识的能力等等 可是这本书看起来 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吗 关于技术的问题 您刚刚提到的那个观点 可能叫做比如说技术乐观主义 我们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 最终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 那个社会就是大部分的人 只需要花非常少的时间来维生 因为技术的强大的进步 我们一般生活所需 大概不太需要你花太多的时间 才有办法生产出来 比如说基本的产品或服务 可能自动化就被解决了 这个是过去在左派里面 常见的一种技术乐观主义 那只是这本书他也要说 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理所感动 因为重点是技术不是中性 那技术的运用是跟整个社会体制有关的 所以当一个社会他强调是精英的时候 那这个技术的使用方式 可能就会比较倾斜在精英的天底这一端 所以他认为美国技术的发展到今天 反而导致一个很扭曲的现象 这个扭曲的现象就是说 少数人拥有极端这个顶尖的know-how 或者是在这个科技上的技术 那等于 简直等于他们垄断了大部分的好的工作机会 那一般人却反而失去了这个维生的管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这几年出现流行一个词叫precariate 不稳定产产阶级 那大部分的人可能是从事比较非正规的 不稳定的比如说兼职 或者是劳务派遣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很吊诡就是 其实精英阶层他们也不见得喜爱这种工作 就是把工作全部集中到自己身上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谈一谈 这个体制到底对谁有害的这个问题 那根据这个作者的说法 其实精英阶层 他们自己可能也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 因为他们把大部分的工作集中在自己身上以后 其实导致他们的生活平址下降非常多 然后几乎没有任何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家庭或小孩 所以他们教育小孩大概都是外交和情 私人家教 或者去外面上这个非常贵的课等等 那比如他提供了一些这个有趣的数字 他说一个在美国今天一个顶尖的投资银行家 他刚出社会的时候 他每周的工时平均大概是80到120个小时 对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那他也提到说 根据美国很多调查报告 现在美国平均每周工时在60小时以上的人 他们其实大部分都希望可以把工作时间减少至少25个小时 你可以看到这个体制其实让所有人都不快乐 对 就是中间底层的人没有工作做 然后最上层的人做得很累 他觉得自己累得跟狗一样 他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活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让所有人不快乐的体制 所以他也从这个角度认为说 我们应该是要改变这个体制的事情 这很妙 这其实就是不是只有那个基层的人 底层的会异化 就是这些精英也是产生了某种的这种异化的状况 所以到底这个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然后这个忙的结果到底累积在哪里 累积在自己拥有很多的财富 拥有权利的快乐 还是累积在这个体制是不断在重复的运作 或是在巩固之上呢 你刚刚提到这个异化的问题 我觉得这本书针对这个问题头都还蛮精彩的 我觉得他讨论的异化不只是精英阶层 他劳动上的异化 我觉得我读到的是 在美国的精英他是整个人生都异化 对没错 他打从娘胎出生一开始 就是活在一个异化的人生 我觉得这本书写 这部份写的非常精彩 他说呢 这些精英家庭的小孩 从小就要接受各种培训 所以从小到大都睡眠不足 那进入职场以后 睡眠不足的状况更严重 因为每天 这个一周七天 每天24小时都在忙工作 这一辈子都在为出人头地奔斗 所以他有一句话很有趣 他说从幼儿学校到退休 这些人每一年都要接受一大堆的测试跟评估 来过滤跟追踪他们的表现 所以他们是不断活在一个高度 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环境底下 他们永远都在跟其他人比较竞争 或者被体制 追踪他们自己的表现 看他们是不是往下滑了 所以他说精英体制的陷阱 就是这本书的标题 精英体制的陷阱 它使精英自己在各方面 都陷入一个永无休止的斗争之中 他看到的世界 所有人都是他的竞争对手 那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不是胜利就是被淘汰 也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弱肉强食的社会 所以最成功的学生 或最成功的专业人士 其实也都是最没有安全感的群人 因为他们不安全感 几乎从一出生就开始存在 尤其是在精英阶层里面 最高层的那群人 不安全感更严重 所以对他们来说 你可能会问 那既然活得这么辛苦 为什么不换一个生活方式 那这个他就说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 已经身上累积了太多的人力资本 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办法 把那个专业丢掉了 你的父母从小到大 他投资的一千万美金在你身上 你敢说换就换工作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 很困难的选择 对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让我想到 比如说前几天刚拿到金曲抢星人 奖的那个快特 他就非常典型的例子啊 他说他从小到大 就是体制内的外学生 然后最聪明最顶尖的一种学生 然后一路都考第一名 然后最后大学志愿是 爸爸刚忙填的 对那你成绩最好 当然是田医学院 他跟很多台湾的我们本土的精英 有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 没错 他没有办法 没有那个疑狱去探索自己的生活的兴趣 然后到最后不太晓得自己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只是在美国这群人 可能更没有办法去放下自己的一切 你是从小到在各式各样的KPI 各式各样的指标 各式各样的压力 各式各样的竞赛当中 脱颖而出 你一下子要把这个冠军 这个农药泡在一边 我觉得要泡在一边做事情 我觉得这很难 更何况可能很多人 他未必会去思考到 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这种所谓的实践 或是做自己的这一件事情 刚刚谈到这个爸爸 对爸爸妈妈对小孩的期待 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他说这些精英的家庭 其实除了这个很用力的培养 他的小孩 投资很多资本之外 其实他们这些比较高端的精英 也很很杀利就是会把他们资产去给 是是是会去捐出去的 这样一个捐出去其实很有趣 就是这个捐出去 也也也成为这本书去讨论的点 就是我们来讲 这有钱人把钱捐出去也蛮好的 至少可以去解决一部分的贫穷问题 或者是至少不要让他小孩 一天到晚去依赖竹才 不要一天到晚说 我以后就变成靠霸足等等 这这样子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子看 就这件事情捐钱本身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这本书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 即使这一群社会顶端的人 最后把资产捐出去的 他也不会动摇这个精英制 而且恰恰相反 他这种把资产捐出去的行为 其实恰恰回来巩固了 这种精英体制 他赖以为生的背后那套世界观 勤劳至上 一切都要靠自己 而不是靠你的祖产 或祖上的地域 他其实这一套 他背后有一套这样子的意志形态 看起来是机会均等 就是大家要靠自己白手起家 要努力 可是这件事情他忽略的是说 其实比如说 他的小孩 他为什么 如果未来有机会进入私校 顶尖的私校 然后同样找到最顶尖的工作 他不断重复去过那个精英的生活 其实关键也在于 他从小到大被栽培 这件事情不会因为他的父母 把资产捐出去 这件事情都不存在 所以他是说 其实这件事情反而可能成为 一个掩盖或遮蔽的商品 你看到有钱人都把资产捐出去 这是一套运作的很好的规则 他鼓励大家勤劳向上 最后把自己赚取的财富 回馈给社会 这不是没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捐钱这件事情 本身没有什么不对 只是他刚好恰恰是美国这一套 几乎变成世袭的精英体制 他赖以为生的养分 这里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点 其实就是一个捐款是一个道德 是一个美德的一种展现 像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常常会对照其他的不同的书 例如说我刚刚谈到 这个山德提到的成功的反思 这本书里面 他其实不管是这本 也好像是成功的反思 这本书里面都会提到 这个所谓的造成精英体制的拱住 或者是造成这个社会阶层 是一家大的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某种的美德 某种的美德 而这个美德就是我们刚刚谈到 是一种努力向上的美德 可是这个不就是一个维护社会前进 需要的一种道德 一种价值吗 如果一个社会需要有某种的道德 来维护 来前进来至少去比较 谁是优 谁是猎 或者是说去比较 他应该要得的这个所谓的报场 那这一套的道德 这套的美德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批评 就是对我们来讲 就好好的努力啊 从小就是要努力向上 你就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那也不见得是一个有钱成功 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看的 就是努力向上本身 它不见得什么问题 那关键在于美国的精英体制 并没有实现它自己的许诺 我觉得这个是它要批评的关键 就是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真正 只要努力就能出头的社会 那它提供了大量的数据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在教育上 在工作上 其实它是一个不断巩固精英 都是一套体制 所以实际上 实际上它并不是一套 只要努力就能出头的体制 这是它的promise 但它并没有真正做到它的许诺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批评的地方 所以既然这个体制 并没有办法真正做到这一点 可是你又不断的宣传这套说辞 所以对作者来说 这套东西其实反而就变成说 你对赢家来说 这是一套赢家自我辩护的说法 所以我能爬到今天 那是因为我自己 是我的努力 对 那反过来说 它变成这个输家 把责任归咎于自己 OK 就是说你输了 是因为你没有我努力 所以你才没有办法 爬到我这个精英阶层 所以他认为 从作者角度来看 努力本身不是一个问题 关键是努力这一套磁力 他在美国体制里面被用来遮掩 原来这个体制所人有的问题 就是我可以进一步发挥一下 就是他里面可能不见得有说那么明确 但是我觉得他还希望去谈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过于单一的去推崇 努力向上这个价值 那他还有一个负面的效应 这个负面的效应就是他会排除那些 被认为跟不努力有关的价值 兴趣跟志向的工作 所以我引用他里面书里面一段话 我觉得我读的还蛮有感觉的 他说在我们美国这个文化当中 你只要舍弃高薪的工作 你只要追求休闲时间 追求自由或其他你认为有意义的工作 那么你这个人就是欠缺报复 或者你这个人就是不够smart 是美国现在这个体制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关键字叫smart 最顶尖的人一定是够smart一群人 这群人不会天真到要去换他们的志向 不会天真到要去探索自己的兴趣 那个就是你不够smart 那与此同时 这个文化让那些其实很有意义 对整个社会来说很有意义 但是可能薪水不是那么高的工作 比如说老师 比如说公务员 甚至军人 甚至牧师 都被在这个经营体制底下 被认为是不够具有价值的一些工作 那你如果竟然天真到想去做那些事情 而你又是出身自精英家庭 那么你就是很简单不够smart一群人 所以我觉得过于强调努力向上 这个单一的价值观 它可能还可造成其他排挤的效果 那再来就是努力向上 这四个字很有意思 我们从中文来看 我觉得努力不是问题 对 重点是向上 向上 向上的意思就是你要把其他人踩在脚底下 不要把别人干掉 不要把别人干掉 优胜叶败 我觉得这个在台湾也非常非常明显 对 那我有时候在课堂上会半开玩笑 说我们台湾的教育体制有一个歧视链 这个歧视链呢 就是第一个有升学的 这个歧视没有升学的人 这是第一重歧视 对 第二重歧视是读理主的人 歧视读理主的人 赞文主赞理主 对 第三重歧视是考上顶大的人 歧视非顶大或这个后段大学人 对 然后第四重歧视是考上顶大医学院的人 瞧不起以上所有人 这是一个我所谓的台湾教育体制的歧视链 其实他反映的蛮像美国社会这种优胜业派的文化 就是你能够在教育体制里面胜出心愿 你够努力 你够smart 最后得到最顶尖大学那个窄门的门票 最后做比如说大家人人称称的工作 比如说医生 或者比如说这个工程师 最顶尖的工程师 其实他过程中其实就排挤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而且其实会让很多人因此而自我否定 自我觉得说我好像是不够努力 所以他也不会去问说这是不是体制的问题 这会不会是某种 先天上就存在了一种阶级的问题 这会不会是一个国家在相关政策上面 不足的问题 他会把很多问题都是揽到自己的身上 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我的错 那这本书我在阅读的同时 也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为什么这听音体制的发展 从我们刚刚谈到努力向上这件事情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一种 刚刚谈到的是一种道德力量 或是某种的心灵的动力 所以我们去努力去做 然后去得到了某种的报酬 得到了某种的救赎 这让我想到这个韦伯在这个 这个资本主义跟新教 资本主义精神跟基督新教伦理 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类似的状况 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上帝拣选 所以他就不断的努力努力努力 然后希望自己可以被上帝拣选 或是认为这样子就可以被上帝拣选 但是他其实也某种的促成了或稳固了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这两种的这种所谓的心灵的动力 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所发展出来的社会形态 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描述的 当代的这种青澳文化 其实他只是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 当代的一个放大版 而且这个放大版在美国社会 特别以一些 比较特别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说成功成学 那这件事情刚好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那个成功的反思里面 那本书里面提到的问题 可能有些美国人会用成功成全 那一套来合理化 美国社会的很多不同 那至于还有什么其他不同 我觉得是当代这一种 特别去重视精英的这一套精英体制 其实也不是只有美国用 那其他社会也有 那其他社会不见得是基督教文化 那其他社会可能也有类似的 可以容纳可以被这种精英体制 所纳为己用的一些世界观 所以我觉得精英体制 是一个相对弹性的体制 它背后的心灵基础 可能或心灵动力 可能不只是所谓的新教人 或者是当代的成功成学 它可以容纳很多东西 比如说东亚的科技文化 对 万般接下品会有读书高 那你读书高就是 你读书成就高 是因为靠你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 在东亚社会有很多类似的发展 是跟美国的发展不太一样 但是最后可能疏忽的 这里面其实有蛮重要 是那个心灵动力到底是什么 但是它其实促成的 这个心灵动力 它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是一种 刚刚谈到的财富至上 道德至上 或者是这个成就至上 所发展出来的种种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刚刚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提到一件事情 这本书其实认为这样的精英主义 精英体制的这种状况 事实上跟川普 或是跟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 那根据这本书的说法 他就说这个民粹主义背后的温船 他用一句话来形容 叫做一个过分自信的精英阶层 跟一群意志消沉的人民 他说美国社会陷入这样子的分裂 那高高在上那群人 享有非常高的社会声望跟心血 那他们几乎在生活方式上 是完全脱离美国一般人的 那川普的出现 其实反而是让一般人的 那个长久以来被积压的 不满的情绪 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粹主义一个最基本的棋手势 就是说他们精英 我们人民 我们人民要这个打破精英体制 这几乎是所有民粹主义的棋手势 那川普 包括不止川普 包括其他各国的 我们看到类似的现象 其实都从这个角度出发去 这个争取他们的选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分析 还算是有道理 当然各国的民粹主义状况 不太一样 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背景 但是整体来说 美国社会 川普现象 其实相当程度上 确实反映了美国 这个陷入一个 两极化的社会是有关系的 每个国家都有 他自己的精英体制 在台湾也有自己的精英体制 台湾的这种精英的体制 跟美国提到的精英体制 有什么不同 在美国的精英体制当中 其实里面有不断的 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从小的教育 然后让他们去上 这个顶尖的大学 这个顶尖大学 当然就是一个 非常窄的窄门 而且是非常昂贵的 这样一个学费 可是在台湾 其实相对之下 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地方 有些是类似 有些可能不太一样 例如说 我们的精英 大部分都会去读的是国立大学 因为我们国立大学 反而是经费 是比较低的 所以你只要考试有本事 那国家就会去协助 你在教育上面的资源相关的提供 那所以这个是不是一种去解除 或者是 让这个精英体制 不是那么严重的做法 或者是台湾的这一种 学费的制度 也会形成另外一种的精英主义呢 我觉得在大学以后 其实都已经相对后观的问题 因为根据教育社会 学过很多相关的文献说法 其实你的人生 在考大学前 可能就被影响或决定 相当大程度了 那这个是跟你整个家庭 对你投资有关系 所以其实不太可能 只透过大学的学费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台湾的状况 当然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的顶尖私校收费 就是台湾难以忘其上倍的嘛 台湾国立大学 确实收费相对便宜很多 所以你也知道很多经济学家 觉得这个不公平 对 有些经济学家觉得 所以像台大应该要收高额的学费 跟美国有 因为他们都是有钱 很少还在念的嘛 所以理所当然你不能做一个逆向的分配啊 为什么有钱家的小孩进了大学 反而想做低颜的学费 那这个是某一些经济学家 他们提出的这个政策上的建议嘛 那这个有没有道理是一回事啦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 我们不太可能只透过学费 这个单一的政策 来解决刚刚提到整个从小到大 透过教育来阶级复制的这个现象 那我这边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 台湾的一些状况 那台湾当然当然如果我们提到高等教育 最有名的两篇论文 就是台大经济系 若明信老师 对若明信 对对 分别是2002跟2018年 对 那写的两个版本 就是谁是台大学生 这两个版本 那他2002年那篇谈的是联考时代 然后后来前几年那篇谈的是多元入学时代 那我来讲一下他的这个结论 那在2001年到2003年间 也是所谓的联考时代 台北市18岁人口 成为台大学生的机密 是花莲的13.64倍 然后更夸张的是大安区 台北大安区是花莲的27.56倍 对 这个是联考时代的状况 所以这个说法就是要挑战过去 包括现在很多家长都常说的 就联考最公平 是最公平 其实联考最不公平 联考是最偏袒富人家庭的一种体制 那但是到了推动多元入学的改革以后 状况有稍微好一点点 根据若明清的研究 他说到了2011年到2014年 台北市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入台大的机率 是花莲的7.34倍 7.37倍 下降了接近一半 大安区则是花莲的12.83倍 也是下降一半 这表示说多元入学政策 或多或少有监管所谓的成商差距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我们才认为说 不可能只靠单一的学费政策 来去解决所有阶级负值的问题 你可能需要从很多关于教育的政策去下手 那另外再提供给大家一个数据 2019年呢 沈辉之跟林明仁 他们在经济论文重刊里面写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叫做论家户所得以资产对子女教育的影响 他说根据目前的研究 台大学生的家庭所得中位数大概是150万 年所得150万 全体公立大学是110万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蛮明显的40万的差距 40万 那私立大学学生的家庭所得中位数是100万 又比台大少了50万 然后呢 台湾家庭所得最高的5%的家庭的小孩 近台大的几率 是台湾所得最低的5%的家庭的小孩的6倍 所以这个状况还是存在的 所以他们的结论很有趣 他说台湾目前的现实状况是 虽然有钱人小孩不见得什么都很厉害 但是至少有钱人的孩子比较会考大学 不管是联考时代还是多元入学 虽然多元入学让城乡差距稍微有一些减缓趋势 但整体来说 有钱人家小孩在教育上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流失的 多元入学有时候我都觉得是一个战备竞赛 就是你到底过去的累积是多少 另外一个也许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去讨论说 会不会是虽然某个地方的这个小孩到大学的是变多 可是会不会是当地的精英比较有这样一个机会 或者是他就是一般普遍的现象 这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更进一步更多的这种分析跟讨论 事实上万老师也告诉我们 怎么要去面对或者是挂号解决这个精英抵制的问题 那当然不是只有用学费的政策 可能整个教育的方式 包括入学的方式可能都要有一些的调整跟改变的 不晓得在这个之外 包括了这一本书精英体制的陷阱 他怎么去谈解决的方法 或者是万老师你有什么样 其实他觉得还有什么样的解决的方法呢 我觉得每个国家特色可能不太一样 可能要分开来看 那我刚提到这本书不断环绕在两个主题上 一个是教育院的工作 所以他这本书最后提出的解答的方案 也在这两个机制上面 那其实他最后 他这本书最后只花了一点点的篇幅 没错他的比例很低 有点这个头重脚轻 那根据他的说法 他就说那所以教育应该要更开放 更有融合性 那他的建议是入学申请的精神性要降低 比如说底尖私校应该要收更多的学生 比如说让你的这个学生人数增加到一倍以上 这是一种做法 然后或者你利用租学的政策 让精英学校 迫使精英学校招收更多中下层的学生 就是他提出一些政策上面的方法 在教育方面 那工作上 他说一样比如说利用租税政策 鼓励雇主创造终极技能的中产阶级 过去做一些比较终极技能的工作 然后这些工作其实是可以存在的 那也有一些相关的例子存在 那只是说 这个他并不是一个社会主流的趋势 社会主流趋势还是把这些工作给弄掉 他认为应该透过一些方式去刺激 这工作怎么会出现 坦白讲我觉得都有点虚 没错他没有太多再详细的讨论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的贡献主要不在于怎么办这个问题 他比较在于说指出透过详尽的经验上的数据 告诉我们每个这套精英体制如何运作 我觉得回到台湾的话 我觉得这个样子 因为台湾的我们台湾有多元入学 这个其实美国没有 所以我觉得就台湾来讲我们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方式 那我记得我的同事叶高华老师 他曾经在一个访谈里面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他说如果我们要透过教育 尽可能的打破阶级复制的现象 那其实我们大概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这条路就是尽可能的往多元入学的方向再去进入学 可以说我们应该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来发掘学生 因为我刚提到各式各样研究的告诉我们说 你入学管道越单一化 它越有利于富人家庭小孩 不管是美国的SAT还是台湾过去的文考 或者现在的指考 它其实反映的其实都是 你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小孩 都具有名称的优势 那所以像叶老师他曾经提过很有趣的例子 他说假如台大 未来他的入学方式改成跳火圈 那你一样可以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有钱人的家庭 跳火圈不习 对特别会跳火圈 最后还是他们进台大 所以重点不是你用什么 哪一种单一的方式来解除学生 而是尽可能去拓展一些不一样开发学生的管道 那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如何评价学生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评价学生的方式 不应该只是看他的课内 或所谓一般印象中的课外活动的表现 可能还要特别去发掘他的潜在的才能和资质 他是不是对某些事情真的特别感兴趣 而他可以用些方式证明给我们看 他因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他愿意去付出 那比如说他自己愿意去科学馆找一些课外书 来做研究 即使那个主题并不是我们目前 比如说教育体制内特别喜欢的主题 但他可能表现出某种高度的兴趣 所以我觉得应该用一些 比较多元的管道去找一些不一样的所能进来 那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 其实做起来非常困难 因为我相信台湾大多数的家长跟学生在内 他们大概都还很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就他们应该都还是觉得台大只能让书念的好的小孩子去念 我相信全台湾绝大多数的家庭 家长小孩学生 包括考上跟没考上台大的人 大概都还是这样子觉得 台大就是让功课最好的东西去念 所以你如果用什么方式收了一群 在一般定义下功课不是那么好的人 他就觉得这是不是背后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台湾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们在如何评价学生上面 可能真的需要再去多思考一下 这其实在很多实务上面 我也遇到一些其实比较开放 有希望能够同学有一些比较多元思考 或是多元发展的老师 他们常常会有一些课外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 或者是一些跟课本没有关系的一些讯息 但他们其实也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家长说这个跟考试有什么关系 这样子会让我的学生 我的孩子能够进入到一个好的大学 所以这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 可能不单是刚刚谈到的 这个所谓的精英体制 这些等等的问题 可能是整体的社会价值 恐怕都得要有一些重新的反思 很多的思考 那当然万老师提到的那样的一个 更多样更细致的入学的方法 也是我们这些不管是学界也好 或是指挥行政单位也好 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研究 去做调查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非常谢谢万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这本书 精英体制的陷阱时报出版 非常好看的一本书 那里面的分析很精彩 有很多的实证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为什么精英体制会出现 再次谢谢万老师来接受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教你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礼拜再会拜拜 谢谢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